由黄祖南主持的节目《一条马甩在东莞》 逢星期六晚九点在翡翠台播出 由祖南这个货真价实的东莞仔 带大家分享一下吃喝玩乐 当然更有说服力了 这日还邀请三位美女彭慧中 关峰兄、林秀仪来餐场 大家都拍开饮食节目 聊起来真的特别有共鸣 最近有很多街坊走过去都问我 那间是否真的好吃 原来真的有很多人看 我上次回来TVB 门口的食物都说 我有看那间是否好吃 很开心,大家介绍到好东西 而且去又近,一个多钟 如果你坐高铁很快就到了 吃这么多好东西 你是吃也不胖的 吃也不胖是否要请教他三个 他们可能会招牌一点 两个… 真是厉害 招牌一点,我们真的要吃 之前秀仪,你说吃过沙虫 你是完全不害怕,很大胆 其实不是虫 是吗?不是虫 其实是海鲜 你不觉得蒜蓉蒸,你也看不出它是虫 是 真是很甜 再更加不觉得,因为吃了也不觉得 很多男人抢着吃 很高价 有什么奇效 据闻,对了 正当像鱿鱼丝吃,曬干了 是,我听说你也吃了 是吗? 有没有感受到,开始感觉到 有什么不同的在身体上 是,大家已经看到了 是,一起吃 有个幸福的家庭 拍饮食节目 难免要尝试一些古灵精卦的食物 想不到多个美女竟然比早男大胆 我很好 是 因为我很想尝试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那你不如拍个节目只吃这些吧 是 我觉得是有看头的 有看头的 最噁心的 还可以的 我试过吃蚂蚁 不过这些都很小 蚂蚁,我又不行 但是很小的 蚂蚁,蚂上树我可以 因为蚂蚁上树是没有蚂蚁的 我觉得烹调过之后 有些味道我就可以 像什么都可以 有味就行 有味就行 蟑螂丝落冰 有味 也可以的 烹调过 总男,虽然你说你不吃 但你可以一起参与制作 因为你有很多想法 蚂蚁丝落冰 你也可以想想 可否制作一个 用来做人 制作一个噁心的节目 你很像可以 是吗 如果全挑战是这些噁心的 可以 真的应该有得想 没看过 三个美女吃噁心 三个美女吃噁心 吃噁心 是,可以的 三个美女最噁心的 东莞除了好吃、好玩 出产的荔枝 都出名香甜多汁 祖南作为东莞地胆 当然已经率先品尝过了 东莞的市领导 每年在6月份 都准备了荔枝 送给我们香港的乡亲 即是这个月了 是的 因为今年产量不多 据问今年的荔枝是很贵的 是的 我试过在温哥华那边 我外母门说 你们很喜欢吃荔枝 买荔枝 三百元小小包 哇 刚刚都尝试过去他们端午的农州节 是的 他们那个农州节 和香港会不会有很不同 哇 我带了全家人上去玩 我上年去完觉得很好玩 里面有得吃 有得买 有潮玩 基本上现在农州变成了一个嘉年华会 最后我看到 我为什么有这么厉害的 可以在水上喷射武士 我自己也是这样拍照 现在有那些 他真的拿着外国人发明的 喷射水上的武士 喷射水上的武士 但他们可以用着那个来到武士 是否那天妈妈、家人全部 我全家的女人都去了 都去了 我全家的女人都去了 是的 接着又去那些什么 在法式的那些消极市场 买完就回来 我的设置很划算 这样